第403章冰神并地连 史莱克拍卖场从来都不会缺少好东西 今天也是一样 伴随着一件件拍品的出现 很快拍卖就进入了高潮 钱磊出手拍下了一小瓶真龙血 花了足足五枚黄极徽章 也就是一百万联邦币的代价 大约有十滴 他准备回去给金胖子试试 先用一滴 要是没效果 再把其他九滴卖了也损失不大 如果有效 那自然是最好的 下面这件拍品非常奇特 是天才地宝中极为罕见的一种 也是今天拍品之中 最重要的几件压轴之一 请看介绍台上的拍卖师 今天并不是零一一 却也是一位美丽的女性 伴随着她的声音 大屏幕开始暗了下来 屏幕中 一簇淡蓝色的光影渐渐浮现出来 那是两朵冰蓝色的莲花 因为是在图像中 所以看不出具体大小 它们通体晶莹剔透 宛如冰晶凝结而成 花心处是深蓝色 越靠近花瓣边缘 颜色越浅 呈现出渐变的蓝 那是一种充满了高贵的美 出淤泥而不染 灼清莲而不腰 才一出现 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介绍生也在此时想起 在母星极北之地 有一个神奇的地方 它坐落于一片冰川中心 在那平均气温 常年在零下六十度以下的极寒之地 却有着一片湖泊 永远不会凝固的湖泊 而湖泊中的湖水 温度却要比寒冰更低得多 经过联邦研究所分析 那里的湖水 乃是由无数年形成的冰川之中 散发出的精气凝聚而成 极为罕见 乃是冰雪属性 浑石修炼的圣地 曾经 这片被誉为冰神湖的奇妙地方 乃是大陆奇迹之一 可却伴随着环境的破坏 整体母星的变化而逐渐前河 直到万年多前 永恒之术进化 让生命能量重现母星 焕发了母星的生机 经过万年之久 这片冰神湖已经又重新成行了 可是 冰神湖之中地寒冰精气 却无法从那里带出来 只要一离开冰神湖 一是三刻之间 它们就会消散于天地之间 极为可惜 冰神湖现在已是联邦的军事管制区 只有经过特批 才能入内 以免破坏那里的环境 而呈现给大家的这两朵莲花 就是出产于那个神奇的地方 并且历经万年 绝对是当之无愧的顶级天才地宝 它们以冰神湖而得名 所以就叫做冰神莲 这种冰神莲 对于修炼冰属性的魂师 有着难以想象的巨大好处 它并不会直接提升魂师的修为 却可以巩固本源 大幅度的增强潜能 消除一切晋升过程的瓶颈 甚至可以让五魂升华 有二次觉醒五魂的可能 极其难得 更为难得的是 这对冰神莲乃是并地莲 一体双生 如果能有两位冰属性魂师同时使用 那么 它们彼此之间必定会产生奇妙的联系 具体是什么 很难说清 但却有诞生五魂融合剂的可能 这虽然是今天的倒数第三件拍屏 但却丝毫不比后面两件的价值低 甚至对于有需要的人来说 还会更高 冰神并地莲 哪怕是在史莱克拍卖场 也是第一次出现 欢迎大家近拍 底价 三千万联邦币 每次加价不低于一百万联邦币 介绍一出 全场静默 万年冰神并地莲 这玩意儿绝对是天才地宝中 极其顶尖的存在 甚至可以媲美一些 十万年级别的天才地宝了 天生天养 极含精气孕育而成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生命体 而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奇妙的存在 刷 一个好牌没有半分停顿的就举了起来 三千万联邦币 那可是一个相当巨大的数字 对于很多人来说 绝对是天文数字一般的存在 联邦币的购买力极强 三千万联邦币足以另一个 普通人财务自由 一辈子一事无忧坐享富贵了 蓝轩宇和伙伴们的目光 瞬间就集中在了这个号牌上 因为举起号牌的人 就是他们之一啊 蓝梦勤表情平静地举住 自己手中的十六号号牌 似乎只是在做一件 在普通不过的事情而已 十六号 三千万钱雷忍不住道 三千万 那可是三千万啊 你搞清楚了吗 你好像没那么多钱 一枚黄积徽章相当于二十万联邦币 一枚紫积徽章相当于四百万联邦币 是黄积徽章的二十倍 可就算如此 拥有六枚紫积徽章的蓝梦勤 也不到三千万联邦币啊 而且 到了这种顶级天才地宝拍卖的情况 不一定就会给史莱克学院面子了 毕竟 这种东西一旦错过了 很可能就再也不会出现 我愿意 要你管蓝梦勤白的钱雷一眼 钱雷长须短叹地道 败家啊 真是个败家的 蓝梦勤有些休脑的正要反传相机 却看到钱雷的手递了过来 手里捏着五枚紫迹徽章 给 就这么多了 借给你吧 蓝梦勤一呆 在看钱雷的时候 眼神不惊变了 充满了不可思议 在他心中 这个钱胖子一向是爱财如命 绝对是那种铁公鸡 此鞍唇一毛不拔的类型 可他却把紫迹徽章借给自己 而且 他一共五枚 刚刚拍了龙穴 花了一些 剩余的紫迹徽章 也确实是就这些了 别说蓝梦勤 连最熟悉钱雷的蓝勋宇和刘峰 都不禁一脸诧异地看住他 他们也突然发现 好像有些不认识钱胖子了 钱雷一脸风轻云淡的模样 把紫迹徽章塞到蓝梦勤手中 在他手上拍了拍 然后静静地坐在那里 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胖子蓝梦勤忍不住道 正在这时 台上的拍卖师声音响起 128号 3100万有人进拍 蓝梦勤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那可是100万啊 而且他在加价 就是3200万了 可就在这时 坐在第一排的唐宇格 突然站了起来 不只是他 坐在史莱克专属区域 为数不多的史莱克学员们 一个接一个站起身 史莱克 风拍唐宇格举起了手中的号牌 除了他之外 其他史莱克学院的学员们 也都举起了手中的号牌 这是什么意思 蓝轩宇六人都有些茫然 唐宇格回过身 低声道 如果有我们史莱克学员 志在必得的拍品 参与竞拍的史莱克学员们 又同心协力 所有人全部同意 在一场拍卖会上 我们有一次封拍的机会 就是说 可以用底价买来拍品 不再加价 这件拍品这么贵 又是最后几件之一 正适合封拍 绝了所有人的竞拍机会 这样也行 蓝轩宇目瞪口呆地看住他 唐宇格道 这里的名字是什么 史莱克拍卖场 史莱克城乃是学院一手建立 这里本身也是我们学院的一部分 自然会向我们倾斜 所有史莱克参与者 都同意封拍吗 拍卖师问道 蓝轩宇赶忙和伙伴们 一起举起了手中号牌 封拍成功 三千万 成交 请史莱克近拍者选择 参拍对象第404章生命果实 还有封拍这种机会 蓝轩宇六人都不经心下惊喜 蓝梦琴把刚刚前蕾塞给他的 五眉子级徽章 重新塞给了他 你是不是傻 这冰神并地帘 是我和千秋一起用的 我们两个加起来就买得起了 前蕾挠挠头 憨憨地道 哦 我是派有人参与近拍 万一价格太高 你们也不够呢 先给你备注 有备无换 你要是屈辉章跟我说 我平时省着点 不用了 谢谢蓝梦琴 向他微微一笑 然后离开座位 去签署拍卖合约了 刘峰忍不住道 死胖子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了 前蕾哼了一声 我一直都这么大方的 好不好 蓝轩宇似笑非笑的 看了他一眼 向他竖起大拇指 然后就没再说啥了 接下来 是我们今天的压轴拍品 先前没有拍到 冰神并地帘的 各位近拍者 也不用懊恼 因为已经进行了封拍 所以 最后两件拍品 史莱克专属区 将全部不参与近拍 或者是进入 普通近拍区近拍 封拍 有封拍的规则 封拍一次 史莱克学院 今天在拍卖场的特权 就全部结束了 下面请看介绍 作为今天的压轴拍品 或许 他的价值并没有 先前的冰神并地帘那么高 但是 他适合的对象 却更加广泛 冰神并地帘 只是适合冰属性浑屍 确实是范围较为狭窄 只是作用太大 又十分罕见 所以才会让人 有近拍的兴趣 这东西就算是存着 也一定会升值的 尤其是遇到 有需要的人的时候 请看介绍大屏幕开始变化 一颗淡绿色的果实 呈现在屏幕中 它看上去通体呈现为 青壁色 由内而外 散发着阳绿的色泽 所谓阳绿 就是一种由黄色 向绿色转变的过程 彷復在那生机盎然的绿意中 还蕴含着阳光的气息 生命果实 千年 产自于海神湖永恒之树跟虚处 乃是生命能量 满意之后的产物 在海神湖上 永恒之树周围生活着很多生命精灵 这些由极其浓郁生命力中诞生出的生命精灵 偶尔会释放出一些自身消化不了的多余生命力 这些生命能量渐渐凝结成生命结晶 一部分融入永恒之树的根虚之中 一部分相对博杂一些的生命能量 形成了这种生命果实 生命果实出现的概率很低 大约每十年才会有一颗出现 它们刚刚出现时只有黄豆粒大小 伴随着年份的成长而变大 千年级别的生命果实 作用只有一个 那就是延年易寿 对于普通人来说 可以延寿三十年 对于魂师来说 则是可以延寿三十年到一百年 具体根据魂师不同修为而定 起拍价三千万联邦币 每次加价不低于一百万联邦币 这件拍品一出 全场瞬间就变得嘈杂起来 各种压抑住的亢奋议论声不断响起 是的 刚刚主持人介绍的没错 单论珍惜程度 这生命果实绝对是不如冰神并地脸的 它也只是千年年份的 可是 它的诞生地却要比那冰神湖更加高贵 这是来自于海神湖 来自于永恒之术上的一部分啊 说是博杂的生命能量 可是 海神湖里面有博杂的吗 这所谓的博杂都是相对而言的 到了生命果实这个层次的天才地宝 根本就不需要去美化它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它的价值 延年易寿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效果 却让全场都有些沸腾起来了 甚至连场内的温度都有所升高似的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加珍贵的东西吗 普通人都可以多活三十年啊 那是生命本源的提升 是生活状态绝佳的三十年 而不是苟延残喘的三十年 一个亿万富翁临死之计 别说是三千万 就算是倾家荡产 恐怕也愿意来换取这三十年的寿命啊 这是毋庸置疑的 生命果实出现在拍卖场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 多年才会有一次就不错了 所以一直都是史莱克拍卖场最受欢迎的拍品 它绝不是最珍贵的 却绝对是所有人都需要的 浑尸甚至更需要 浑尸的寿命本身就要比普通人长 秀为能够超过七环 身体产生了质变的浑尸 如果生活在母星上 活个两三百岁毫无问题 可越是如此 他们也越是珍惜自己的生命 谁会嫌自己活得久呢 生命果实对于浑尸的效果甚至更好 先前因为冰神并地廉而被封拍的竞拍者们 此时心中已经在没有了半点怨念 取而代之的是庆幸啊 要是这没生命果实被封拍了 他们才会真的郁闷至极 不知道多少时间才会再次出现一样的顶级宝贝啊 史莱克不能参与竞拍了 就算是参与 也和普通人一样要拼价格 所以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有实力的竞拍者们 尤其是那些在二楼包间之中的竞拍者们 无不摩拳擦掌起来 这东西用无价之宝来称呼都不夸张 很多时候 它比任何东西都要有价值 五千万 二楼包间 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 毫不犹豫地将价格瞬间抬了上去 拍卖是丝毫没有因为这个价格而惊讶 生命果实三千万起步 只是因为不想让它比冰神并地廉 看上去更高贵而已 但它的成交价 毫无疑问将会是天文数字 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切 蓝玄宇和伙伴们目瞪口呆地 听住后面不断传来的一个个报价 已经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了 他们之前还觉得自己挺有钱的 可当生命果实的报价 超过一亿五千万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有点自卑了 他们加起来 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啊 三号包箱 三亿亿千万 还有没有哪位贵宾愿意加价的 生命果实 平均四年会出现在拍卖场一次 为了公平起见 从来都没有预先的宣传 否则它的价值一定会更加高昂 错过就要再等五亿 就在这个时候 位于所有包箱正中 正对住拍卖台的六号包箱中 传来一个柔美的声音 五亿 全场瞬间一片哗然 三亿千万已经超过 起拍价的十倍了 此时却出现了这样一个数字 实在是太令人震惊了 五亿联邦币都能买一艘中等型号的战舰了 普通家庭 三千联邦币就可以让一个月的生活变得非常美满和谐 五亿联邦币是什么概念 全场静默 五亿第一次 五亿第二次 五亿第三次 成交 啪的一声 落锤 这梅令全场沸腾的生命果实终于成交了 太穷了 我们还是前蕾低下头 眼睛有些发红 那是羡慕的红色啊 已经回来的蓝梦琴不禁暗暗则舌 如果冰神并地连也是这么个拍法 自己是无论如何都拍不到的 就算他的作用范围比较小 可毕竟是顶级天才地宝 要不是在史莱克拍卖场 换个地方 他们别说三千万 三亿能拿到就不错了 第405张神器 白银龙枪 全场的热情已经完全被点燃了 哪怕是那些身价不够的近拍者们 此时也是一脸摩拳擦掌的样子 太刺激了 五亿啊 这是多久没有出现过的高价了 最后 是我们今天的大轴 毫无疑问 它的价值被认定为 比前面压轴排名价值更高 这也很可能是我们拍卖场 在之前十年中 所有拍品之中 价值最高的一件 今天其实更主要的是展示作用 因为我们并不认为 它将会在今天被拍出 但这件拍品 从今天开始 将会在未来每一次拍卖中展示 并且一直都作为大轴出现 直到被拍出为止 它的起拍价是100亿联邦币 此言一出 全场瞬间就炸了 就连蓝轩宇他们也要炸了 什么玩意儿 100亿联邦币起拍 刚才不是还说 最后三件拍品价值差不多的吗 原来就是忽悠啊 可是 现在根本没有人会在意那句话了 已经 因为100亿的价格 已经令全场都充满了震撼 100亿联邦币 哪怕是最富有的财团 想要拿出来 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 这可是要现钱的 没有任何一家公司 哪怕是跨国集团 能够拿得出这么多钱 真正有这个资格 有这么多钱的 恐怕就只有那些 特别古老的大组织了 譬如传灵塔 譬如唐门 史莱克拍卖场 将这东西拿出来 是用来炫富的吧 理论上来说 如果史莱克学院 拥有价值如此高昂的宝贝 根本就不会往外拿 只会留在学院啊 大屏幕按了下来 全场也都按了下来 紧接着 一道光芒开始渐渐浮现而出 然后屏幕上就出现了 一柄银色的长枪 当它出现的一瞬间 就吸引了全场所有人的注意 枪身修长 通体呈现为灿烂的银色 枪身上有淡淡的银色龙纹 若隐若现 没有过多华丽的装饰 可只是出现在那里 就吸引着所有人的视线 渐渐地 枪身竖直起来 发生了些许变化 一团团光芒 开始围绕在它周围出现 在枪刃下方 一颗透明宝石浮现出来 牵引着那些浮现在周围的光团环绕 万年前 人类曾经出现过一场大灾难 深渊卫面试图吞噬母星 在当年众多英雄的共同努力下 最终 将深渊卫面击溃 并将其融入母星之中 为母星注入了足够的生命能量 但是 显有人知的是 在那时候 还有另外一场灾难的到来 而带来这场灾难的 就是那一代的传灵塔塔主 也是历史上最强大的魂兽之王 她是龙神的分身 是魂兽世界的最强女皇 她是 银 龙 王 有关于银龙王的故事 在联邦的历史上有很多说法 也有很多回忆 但众说纷纭 对于当初情况完全清楚的史莱克学院 传灵塔却是讳莫如深 从来没有宣布当初真正的情况 此时 当银龙王三个字出现的时候 全场再一次炸了 银龙王 难道说 这最后一件拍品 是和银龙王有关的不成 这难道是 这柄长枪 也是法杖 银龙王掌控水 火 土 风 光明 黑暗 空间七大元素 乃是最强大的元素掌控者 而这就是他的武器 冠绝当时的一代神器 白银龙枪 在史莱克神器榜上 名列第六 这柄白银龙枪 一直存放在史莱克学院之中 史莱克学院为其担保 一百亿联帮币起拍 给大家一分钟出价时间 一分钟无人出价 拍卖结束 什么 一分钟 这时间也太短了 一百亿啊 顿时 包间有声音传来 而此言一出 顿时让先前目瞪口呆的 近拍者们瞠目结舌 这话是什么意思 还真有人想要参拍不成 神器 这可是神器啊 在联邦历史上 排名第六的神器 在魂师的世界中 魂师们的武器 大多是自己的武魂 使用外在兵器的很少 可是 那些传说中的顶级强者 却几乎都有属于自己的神器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这些神器真的能够 极大程度地增强他们的实力 白银龙枪 神器 无庸置疑 曾经迎龙王的武器 神器榜 第六的存在 这东西会出现在拍卖场 实在是太让人惊讶了 拍卖师并没有理会包间中传来的声音 大屏幕上已经出现了一个60秒的倒计时 全场近拍者们 此时已经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就连前排的史莱克学院学员们也是如此 蓝轩宇呆呆地看住屏幕上的白银龙枪图案 在他身边的刘峰已经是攥紧了拳头 刘峰的武魂就是白龙枪 和白银龙枪只是差了一个字而已 可是 这是神器啊 哇 神器 神器啊 好棒啊 蓝梦琴此时一点傲娇的样子都没有了 雀跃的就是个小丫头 一百亿联邦币 绝对的天文数字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倒计时结束 直到最后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出价 怎么出价啊 百亿级别的拍品 这需要多少确认才能参与近拍 一分钟的时间 连联络都不够 根本没可能拍下来 这分明是史莱克学院根本就没打算把这白银龙枪拍出 可问题是 如果不想拍出的话 为什么史莱克拍卖场说 这件拍品未来会一直成为大轴拍品 一百亿 也不是绝对不能拍的 相比于神器 这个价格甚至不算贵 真要有哪一方出了这个价格 难道史莱克真的将这件顶级神器拍卖出去不成 一时间 整个拍卖场都有点情绪爆炸 当蓝轩宇他们走出拍卖场的时候 已经不是觉得自己穷了 而是觉得自己很渺小 唐宇格是和他们一起走的 七个人 此时都有点视魂落魄的感觉 我们还是太弱小了 蓝轩宇轻叹一声 唐宇格看了他一眼 是的 就算神器给我们都没办法用 蓝轩宇 你那个画感方天井究竟是什么 难道说也是神器 此言一出 众人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 目光都集中在了蓝轩宇身上 蓝轩宇愣了愣 这个问题他还真没想过 下意识地看向自己右手拇指上的深蓝色戒指 神器吗 这个是神器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神器 但这绝对是一件超级武器 不然的话 为什么连五行神光都无法挡住 它有种特性 好像是无坚不摧 或者是无物不破 我也不知道 我小时候就一直戴在我手上了 也摘不下来 我问过爸爸 妈妈 他们也不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就一直戴着 直到最近才能用 但也就那一下 你看到了蓝轩宇实话实说 唐宇阁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快点提升修为 我想和你全力以赴一战说完 他骤然加速 很快没入夜色之中消失不见了 他所说的全力以赴一战 自然是要包括斗凯的了 蓝轩宇没有被激发出斗志 只是觉得有些无奈 大家魂力相差这么远 你跟我说这个 而且 你都有斗凯了 这什么时候才能追得上 第406章越来越胖 咱们回去就修炼吧 蓝梦琴碰了碰身边的洞千秋 冰神并地连 对他们两个无疑都是大有好处的 他们乃是冰雪属性 这种能够直接提升本源 和潜能的天才地宝 实在是太珍贵了 虽然这次也花掉了 他们大半积蓄 可绝对是值得的 先跟老师汇报一下吧 不知道要吸收多久呢 洞千秋比蓝梦琴 还是要沉稳一些的 蓝轩宇道 我给你们个建议 这种级别的天才地宝 你们可以考虑去海神湖之中吸收 海神湖内生命能量极为充沛 能够充分地保护你们 当你们需要外界能量补充自身的时候 它也是在合适不过了 蓝梦琴美好期的道 你是说笑的吗 那里一个小时 就是三个黄级徽章 我们都不知道 要闭关多久才能吸收完毕 这怎么可能 在海神湖之中吸收 不只是效果好 速度肯定也会快得多 我这里还有徽章 如果你们的不够 就先用我的 还有钱磊的 买了这么贵的天才地宝 一定要将它最大的功效 发挥出来 蓝轩宇毫不犹豫地说道 蓝梦琴看看他 再看看钱磊 钱磊毫不犹豫地 用力点了点头 那先回去再说吧 先问问老师的意思 好众人回到史莱克学院 再前往宿舍的路上分开 钱磊回头看看 蓝梦琴和洞千秋 已经走得远了 顿时垮了脸 老大 真要给他们出钱 在海神湖修炼啊 这可是无底洞 不知道他们 要修炼多久的 蓝轩宇瞥了他一眼 你在拍卖场的时候 不是挺大方的吗 全部身家都要给人家呢 不 钱磊捏入了一下 蓝轩宇笑咪咪地道 你是看准了他们钱够 这才假大方 已博取梦琴好感的是吧 可以啊 你这情商 没看出来还挺厉害的 还是无本买卖 不过胖子 我要提醒你 你要是真的喜欢梦琴 真心比什么都重要 别傻小聪明 否则 要是被看出来 你可就真的一丁点机会 都没有了 旁边的刘峰 这才恍然 原来是这样 我说呢 这胖子怎么变性了 你才变性 性格改变 你说清楚好不好 钱磊怒道 元恩恢恢在一旁 痴痴地笑 没想到啊 前胖子 你还有这打算 不过 我觉得梦琴不会喜欢你的 你太胖了 先减肥吧 钱磊一脸悲伤 你以为我不想减肥的吗 可是 合金胖子融合之后 我最近就越来越胖了 少吃都不管用 少吃就开始消耗生命力 我总不能为了减肥 把自己耗死啊 等我长大点 说不定就瘦了 不会 顶多从小胖子 变成大胖子吧 元恩恢恢恢恢恢笑道 钱磊瞪了他一眼 大胖子怎么了 胖胖的多可爱 夏天可以遮阴避暑 冬天可以当暖露 危险的时候 我还能用强大的力量去保护他 胖子才最有安全感 元恩恢恢翻了的白眼 什么时候你能赢得了他再说吧 我也回宿舍了 轩宇哥哥 疯子 再见告别了众人 元恩恢恢骤然加速 朝着自己的宿舍方向而去 一边跑着 他脑海中却不禁浮现出 唐宇哥离开时有些落寞的背影 他不是班长了 三年级第一人 现在恐怕已经要被三年级容不下了吧 不知道为什么 想到这里 他心里突然有些不舒服起来 是的 现在的元恩恢恢已经变成女孩子模样了 蓝轩宇没有回宿舍 而是直接去了海神湖那边 比赛也结束了 钱现在也够 今天正好到海神湖来修炼 唐老师好再次见到唐月 蓝轩宇恭敬行礼 又来了 你们的比赛我看了 真不错 真是一代新人 胜救人啊 你那最后的一击 现在全校都传遍了 你现在已经是一年级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了 连内院老师都有来问我你情况的了 看起来 你有被破格录取的可能哦 到时候 要是学校批准你提前进入内院 可要优先考虑我们生命学派啊 术老可是咱们学院数一数二的强者 可以提前进入内院的吗 蓝轩宇有些发冷 唐月微微一笑 是有可能的 不过 你的可能性不大 毕竟 一场比赛代表不了什么 何况你还借助了外物 说到外物的时候 他看住蓝轩宇的眼神 不禁多了几分深意 蓝轩宇好奇地问道 唐老师 如果想要提前进入内院 需要什么条件啊 唐月道 二字窦凯实施基础 如果你能够在四年级之前 完成二字窦凯 就有申请的资格 不过 已经很多年 没有人能提前进入内院了 事实上 意义也不是太大 外院修炼也没差太多 而且外院到了最后两年 更多的是要外出历练 就算是提前进入了内院 历练这一步也是不能省的 你没必要在这方面考虑太多 好了 快去吧 唐老师 我还有两个事情想向您请教 可以吗 蓝轩宇一脸期望地看住唐月 唐月平时也是很高傲地在学院里 但对唐武林却没什么脾气 谁让这是自己老师看上的人呢 你问吧 蓝轩宇道 唐老师 我们今天去拍卖场了 我的两位伙伴都是冰学属性的魂师 他们合拍了一朵冰神病地帘 万年的 您觉得他们适合在海神湖之中吸收吗 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啊 什么 冰神病地帘 还是万年的 唐月眼睛有点发绿光 你们拍下来了 多少钱 三千万联邦币 丰拍拍下来的蓝轩宇 老老实实地说道 唐月的嘴角抽出了一下 那可是万年级别的冰神病地帘啊 身为生命学派的弟子 他对于各种天才地宝自然是熟悉得很 更清楚这冰神病地帘的效果 苦笑道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太有钱了 想当初 我们想要获得这种层次的天才地宝 简直是想都不敢想 等后来有了足够的徽章 需要花费的地方却更多了 来海神湖吸收自然是效果最好的 不过 这个我要跟学院打个招呼 因为他们很可能会吸收较为大量的生命能量 至于时间 我不好判断 但至少不会低于五个小时 而且很可能会翻倍收费 也就是三十枚黄极徽章吧 还要翻倍收费 蓝轩宇一脸吃惊地看住他 唐月没好气得到 这已经是优待了好不好 在海神湖吸收天才地宝 效果能提升百分之二十以上 这种提升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钱能多一些 未来修炼会容易得多 更重要的是 同等级别会更加强大 只要徽章足够 一定是不能错过的 兵神并地连 万年层次的 一旦吸收并且达到效果最大化 七环之前无瓶颈 给未来奠定极好的基础 如果他们本身潜能就大 那效果会更好 蓝轩宇道 那三十枚黄极徽章足够吗 还会不会需要更多 第407章一千亿 唐月道 这样吧 看在你的份上 我给他们申请一下 就以三十枚黄极徽章为限 直到他们全部吸收完毕 蓝轩宇想了想 道 这样也行 唐老师 今天拍品还有一个生命果实 千年的 拍了好几亿呢 这个是咱们这里出产的吗 唐月微微一笑 怎么 你想吃 蓝轩宇赶忙摇头 我没有啊 我还小呢 不用延年易受唐月道 生命果实 对你这种生命力 清和高的修炼 也有很大好处 从外界吸收生命能量 是由外而内的 吃生命果实 是由内而外的 不一样的 对身体的滋润方式不同 各有效果 你看 是不是这个 一边说着 唐月从怀中 摸出一个碧绿色的袋子 从里面掏出一枚 青碧色的果实 可不正是蓝轩宇 今天在拍卖场屏幕上 看到的那枚生命果实吗 一模一样 对 对 就是这个 你也有 蓝轩宇顿时有点眼红了 嗯 味道还行 一边说着 唐月送到嘴边 咔嚓就咬了一口 顿时 一股香甜气息 弥漫在房间之中 奇异的是 却并没有什么浓郁的 生命能量出现 蓝轩宇的眼睛都瞪圆了 三亿啊 就这么给吃了 补充生命本源 是我们生命学派 修炼的方式之一 不断地酝养自身 直到自身能有突破的机会 每一名生命学派的弟子 每个月能领取一颗 不过不能卖 只能自己吃 一边说着 唐月三口 两口就把那枚生命果实给吃了 蓝轩宇忍不住吞咽了一口唾液 他还从来没像现在这样羡慕过一个人 那可是 可是三亿啊 生命学派这么有钱的吗 唐老师 那 那我去修炼了唐月目送主蓝轩宇 失魂落魄地走了 忍不住微微一笑 是啊 每个月一颗 但也要九十级封号 堕罗以上才开始有的 他故意省略了九十级这个标准 这不是他要省略的 是树老让他省略的 用树老的原话说 这叫潜移默化 阳谋比阴谋的效果往往更好 月子一天一天过 蓝梦琴和洞千秋最终还是选择了 在海神湖来吸收冰神病地连 不过 他们的积蓄也因此而几乎消耗殆尽 两人加起来只剩下不到两枚紫迹徽章了 幸好 对于一年级的他们来说 修炼暂时是够用了 六个小时吸收完毕 都没耽误上课 等他们吸收完毕之后 所有人都觉得值了 这钱花得值了 先不说钱能增加了多少 他们都变得更美了 肌肤越发地晶莹剔透 整个人都隐隐散发着宝光似的 海神湖眉白修炼 蓝梦琴和洞千秋都提升了一级魂力 洞千秋42级了 蓝梦琴46级 但冰神病地连真正的作用 还没有真正展现 那将会对他们未来有着极大的好处 接下来的学习和修炼 他们都进入到了一个稳定的过程 每天大家都很忙碌 都在刻苦地学习 修炼 提升自己 唯一算是较大插曲的 还是在拍卖场那边 第二周 他们又去参加拍卖了 果然如史莱克拍卖场所说的那样 大周还是白银龙腔 可是 当已经有人准备好了参与竞拍的时候 连几大组织的人都来了 起拍价却变了 一千亿 是的 直接提高了十倍 这件事很快就登上了联邦最热门的新闻话题 一时间史莱克拍卖场也到了风口浪尖上 一件神器值不值得上千亿的联邦币 没有人能够判断 但是 一千亿都够联邦建造一艘母舰级别的战舰了 一支联邦舰队的建造预算也不过就是五千亿 到一万亿之间啊 一千亿 这个价格 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毫无疑问 史莱克学院就是来炫富的 他们根本就没打算把这件神器卖出去 只是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却是无人得知 战胜了三年级之后 蓝轩宇他们都变得低调了很多 每天就是学习 修炼 没有再出现什么新闻 而那场比赛 也渐渐地被人淡忘了 但蓝轩宇这个一年级第一人的名声 在史莱克学院内部还是被广为认可的 毕竟 他击杀了四名五皇魂师啊 虽然大多数人都看得出 那是特殊情况下 可就算是特殊情况 有几个能做到的 有了足够的徽章 蓝轩宇也没节约 每个月两次海神壶修炼 其余的天才地宝他倒是没买 唐月指点过他 有在海神壶修炼的过程 也不需要吃什么来补充自身了 过度的摄取也是浪费 龙穴对于金胖子还真的有作用 似乎是能够激发他的净化效果 潜蕾忍痛也带着金胖子 每个月来海神壶修炼一次 金胖子有了第一次之后 接下来每次喝了海神壶水 一般会睡个十天左右 具体净化情况 只有潜蕾自己才清楚 不过他带着金胖子到海神壶 是要付双份钱的 一个学期就在这样紧张忙碌的学习 和修炼中接近了尾声 史莱克锻造协会 蓝轩宇快步走进协会 一个学期过去 他又长高了不少 身体看起来更加壮实了几分 身高也有一米六五左右了 在同龄人之中不算特别高的 但也算中等偏上 一进门 他就迎上了一道有些忧怨的视线 学弟来了 学长好蓝轩宇笑咪咪地说道 这忧怨视线的主人正是杨英明 杨英明没法不忧怨 蓝轩宇加入锻造协会几个月了 每次来 都是把自己关在锻造室内 不知道在干什么 他甚至连稀有金属都没买过 也从未请他教导过 当真是一分都不花啊 完全都是用免费资源 原本还想从他身上赚点外快的杨英明 早就没了耐心 不过他也绝不认为 这种情况下的蓝轩宇能够学到什么 还没听说过自学锻造能够成才的 而且 他连稀有金属都没用过啊 怎么提升 书本上的知识毕竟是死的 他也劝说过蓝轩宇几次 每次蓝轩宇都是笑笑 却依然顾我 次数多了 杨英明也懒得说了 由他就是了 学长 咱们锻造协会这边是不是直接可以跟兑换中心购买稀有金属啊 蓝轩宇向杨英明问道 啊 你准备用稀有金属了 杨英明有些惊讶地看住他 嗯 我想试试蓝轩宇点了点头 杨英明笑道 你总算是开窍了 用不用学长指点你几下 蓝轩宇想了想 道 好吧 那就麻烦学长了 我第一次锻造稀有金属 请学长指证 一枚白级徽章行不行 就一次 可以 杨英明毫不犹豫地痛快答应了 只是指点一次 一枚白级徽章 不算少了 他只是有些疑惑 这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了 你想买什么稀有金属 杨英明问道 蓝轩宇道 就陈吟吧 买一立方米的 分成一百块就行 您看需要多少徽章 买一立方米陈吟 杨英明被他的财大气粗惊呆了 第408章锻造陈吟 蓝轩宇道 陈吟虽然不算稀有金属里面最好的 但可塑性强 融合能力也很强 未来如果进行熔断的话 他和很多种金属的亲和度都不错 会降低难度 杨英明眨了眨眼睛 看来 你没有浪费时间啊 连熔断都知道了 只是 现在考虑这些有点早吧 不过 陈吟作为一字窦凯的金属 确实是不错 很多人都这么选 一立方米陈吟 估计要三枚黄极徽章以上了 用黄极徽章买有点折扣 比白极徽章划算 兑换中心就有 咱们协会也有存货 跟兑换中心价格一致 好 那我就买这个吧 麻烦学长了 当一百块陈吟堆放在蓝轩宇的锻造室内时 他也不禁有些激动 毕竟 这还是他第一次购买稀有金属啊 练习锻造已经有近五个月的时间了 现在是到了检验自己 这五个月来努力锻造的成果时候了 一年级的第一学期马上即将结束 期末考试之后 有半个月的短暂休息期 然后就要开始第二学期的学习和修炼 因为学期之间休息时间太短暂 蓝轩宇都不准备回家了 蓝霄和南城已经决定来母亲看他 普通人是不能随意飞母亲的 要有特殊的通行证才行 而蓝轩宇身为史莱克学院的学员 他的父母就有资格办理这样的通行证 不只是自己的父母会来 蓝轩宇最开心的是 娜娜老师也会来 用的洞千秋的名额 洞千秋是孤儿 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 再来到史莱克学院填写表格的时候 监护人一栏上他写的就是娜娜 马上期末考试之后 就能见到爸爸 妈妈和娜娜老师了 没有什么比这更令蓝轩宇开心 和感到幸福的事情 拿起一块沉吟 正方形 不算很大 但当蓝轩宇触摸着他的时候 却依旧有种强烈的兴奋感 从心中升起 他还是在第一次来到锻造师协会的时候 用过稀有金属呢 这几个月来 每天都在和繁铁打交道 不停地感悟 再次触摸到陈寅 带给他的感觉已是截然不同 陈寅通体灰扑扑的 淡淡的银色若隐若现 隐隐还有点淡蓝色 密度很大 入手沉甸甸的 隐约之间 蓝轩宇还能感受到 在这陈寅之中内蕴的能量 稀有金属都是含有丰富能量的 这一点早就被科学家论证过 以稀有金属来制作的单体 正向循环源泉核心 更是一度成为最热门的研究方向 并且诞生过许多强力无比的浑倒武器 现代星际战舰的战舰武器 很多都是由此脱胎而来 可见稀有金属在人类的世界中 有多么巨大的作用 把陈寅在锻造台上放好 蓝轩宇按动按钮 对其开始进行断烧 杨英明始终在旁边看住 他其实也很好奇 他还从未见过一名出入锻造的学员 自学这么长时间的 四五个月了 从来没向人请教过 只是依靠看书本来练习锻造吗 而且他还从来都没有用过稀有金属 他特别想知道 这么长时间下来 蓝轩宇究竟自学了什么 是时候该提醒他 不能这么浪费时间了 不然的话 想要在锻造上有所成就实在是太难了 不过他也没有急着提醒蓝轩宇 事实胜于雄变 当事实摆在眼前的时候再说 效果自然会更好 蓝轩宇双眼微微闭合 集中意识 整个人都处于一种 惊奇神完全合一的状态之下 精神力 魂力 以及他作为核心的血脉之力 三者有机统一 尤其是魂力和血脉之力 相互交融 无分彼此 这是他这几个月来修炼的成果 自从血脉之力进化 与魂力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之后 通过不断的修炼 和汲取海神壶之中地生命能量 蓝轩宇的提升速度就开始加快了 魂力修炼终于不再是短板 而血脉之力也在伴随着魂力共同成长 按理说 他吸收了那么多生命能量 经常去海神壶修炼 魂力应该比其他人提升快得多 但他提升的却同时还有血脉之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相当于是在修炼双份 这几个月下来 刘峰的魂力都已经修炼到38级了 白龙王血脉带来的变化极为强烈 再加上有足够的资源购买各种珍稀石材辅助 卓有成效 按照刘峰自己所说 最多再有两个月就能突破到四环 入学一年 从二环跳四环 这个速度不可谓不快 而接下来一年级下半学期 他们也将开始在窦凯上面下功夫了 钱磊提升的速度也不慢 金胖子确实是十分神奇 在有足够生命能量的支持下 成长的速度很快 而且还可以反补钱磊 钱磊的魂力也到了37级 更重要的是 他的精神力甚至已经超过了蓝轩宇 提升速度奇快无比 蓝轩宇的魂力现在也有35级了 一个月一级的速度 让他已经非常满意 哪怕落后于伙伴们 可他同时还有血脉之力的提升 几乎每天都能感觉到自己在变强 来到史莱克学院一个学期 回想当初 他真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嗡 低沉的嗡鸣声将蓝轩宇的精神拉回 锻造台裂开 已经烧红的沉吟从里面缓缓升起 蓝轩宇双眼微眯 默默地感受住断烧后的沉吟和断烧之前的区别 那是一种被唤醒一般的感觉 似乎在炽热的断烧之后 沉吟已经从沉睡之中苏醒过来 散发着极为活跃的能量波动 乐叔叔说过 这种活跃的能量波动其实就是金属自身的情绪 铁块被断烧之后也有 可是活跃度却要比这沉吟差远了 真不愧是稀有金属啊 右手抄起锻造锤 蓝轩宇的双眼顿时变得明亮起来 杨英明一直在他身后看住 当蓝轩宇手握锻造锤的那一瞬 他顿时吃了一惊 因为这个动作实在是太娴熟了 宛如千锤百炼一般 握住锻造锤的那一瞬间 锻造锤就庞佛已经和他融为了一体式的 没有人指点 能做到这一点 人锤合一 就算是自己 也不过就是如此吧 自己都练习了几年了 就在他吃惊的时候 蓝轩宇已经动了 身形半转 手中锻造锤高高举起 在骤然落下 当 巨响声中 火星四溅 在蓝轩宇的感知中 这并不是一声轰鸣 而是来自于陈寅一声舒爽的叹息 就像是正在被按摩住的人类一般 是的 锻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和按摩也没什么区别 就像是在帮金属打通血脉 让它变得更加完美和强大 锻造锤高高弹起 蓝轩宇骤然转身 借助旋转之力 第二锤落了下去 和先前那一锤相比 这一锤明显更重了几分 又是当的一声巨响 只是看到第二锤 杨英明就忍不住脱口而出 乱披风锤法 唐门 蓝轩宇却没有注意听她的话语 此时此刻 她的精神已经完全集中在那陈寅之上 锻造锤弹起 她就借时抡锤 一锤快过一锤 一锤重似一锤 第409章三集锻造蓝轩宇 一声声轰鸣 顿时变得无比强烈起来 刚开始的时候 还只是锻造台在震动 但很快 那巨大的声浪 就令整个锻造室 都在震产了湿的一般 当第12锤落下 那块沉银的体积 已经缩小了足有三分之一 一层亮银色 骤然从旗上绽放出来 令整个锻造室的光线 似乎都随之变得明亮了 百断 杨英明下意识地握紧双拳 12锤 仅仅是12锤 她竟然已经百断成功了 百断 并不是非要折叠断打上百次 而是千锤百炼的意思 当稀有金属 被提纯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会出现质变 所谓百断提纯就是如此 12锤就完成百断 杨英明自问自己 是绝对做不到的 她早就听说过 乱披风锤法特别适合锻造 只是 想要获得乱披风锤法 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据说 这种锤法非常不好控制 她却没想到 在蓝轩宇身上居然见到了 而且效果竟是会如此之好 12锤百断 这是什么水平 这起码已经是 二级锻造师的水准了吧 她可清楚地记得 当初蓝轩宇第一次来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那时候的她 绝对是个没接触过 锻造的菜鸟啊 短短五个月的时间 竟然提升至此 蓝轩宇的锻造还没有结束 她的身体依旧在旋转 依旧在锻造 一声声中锤不断落下 每一次落下 依旧会传来更像的轰鸣 而此时此刻 在后面观看的杨英明 却是心中羞惨 自己还说要教导人家 可看人家这水平 分明已经不逊色于自己了 那一锤锤的借力 如此纯粹 是大力尘 但是自身的力量展现 就远超同济 这是怎么练的 蓝轩宇并不知道 杨英明是什么想法 她现在已经完全沉浸 在自己的锻造之中 每一锤落下 她都能清晰地感觉到 陈寅的变化 而这份变化 就是对她的指引 下一锤该落在什么地方 陈寅自身的能量变化 都在清清楚楚地告诉她 眼看着 那陈寅在锤下越变越小 蓝轩宇自身气血之力奔涌 注入到四肢百害中 锤造锤传来的反正力 自然而然地会被她借用 却绝不会影响到稳定 她的魂力 气血 注入锤造锤之中 在锤造的过程中 也随之融入成瘾 她手中所用的 不过是普通锤造锤 刚开始锤造的时候还好 伴随着锤造时间延长 锤造锤已经开始不堪重负 就需要她以魂力 和血脉之力来互助 与此同时 乐公子告诉过她 锤造为什么会成为 窦楷制作的 几大辅助职业之一 就是因为在锤造的过程中 锤造师自身的魂力 和气血之力 会随之融入其中 与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从而在锤造过程中 潜移默化地影响金属变化 以便于更高层次锤造时的唤醒 让金属真的如同生命一般成长 乐公子对于锤造的讲述很简单 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 那是一个创造生命的过程 百段提纯是让生命力凝聚 千段有灵是让灵性唤醒 更加高深的锤造 要么是赋予灵魂 要么是增加智慧 直到最后妒忌而生 这就是锤造的奥义所在 所以当蓝轩宇锤造的时候 心态也是如此 将锤造视为创造生命的过程 她年纪小 接受能力却极强 锤造了这么久 才再次接触到稀有金属 特别珍惜这一次的锤造 感知全开 和几个月前相比 她的精神力也有了极大的进步 感悟自然也深刻的多 当当当当当当 伴随着重锤一声声落下 那块沉樱的颜色 也在变得越来越璀璨 每一击落下 整个锤造台都会随之颤抖 杨英明死死地盯着蓝轩宇的落锤 感受着那块沉樱的变化 心中渐渐略有所得 蓝轩宇的锤虽重 却总是能落在恰到好处的地方 没有半分的冗余 力量完全透入金属 她那魂力融入到沉樱之中时 还有种条理的变化 那都是续于之间出现的 要不是杨英明自身 也极为熟悉锻造 恐怕也感受不到 而且 每一次魂力进入的调整都不一样 也就是说 蓝轩宇在伴随着锻造 而不断地根据沉樱变化在调整 杨英明自问 也不过就是能做到这一点 还未必能比她做得更好 几个月啊 短短几个月 还没有使用任何稀有金属的情况下 她是如何做到的 殊不知 蓝轩宇在锻造铁块的时候 需要进行的调整更多 比锻造稀有金属更加费力 铁块之中杂质极多 十公斤的铁块 最终能提纯成为铁金的 也就百分之一 这其中的调整何等之多 陈寅的调整没有铁块那么多 但在蓝轩宇的感觉中变化却更大 具有更强的活性 这让她必须要全神贯注于其中 不断地感受 这本身也是一个熟练的过程 轰 最后一锤落下 蓝轩宇急助反正之力 原地旋转三周才站稳身形 在她面前的陈寅 顿时发出一声嗡鸣 一层银色光运透出 身高 大约升起尺鱼左右 萦绕半赏之后 才逐渐回落 陈寅只剩下最初时不到一半大小 通体明亮了许多 就像是被去除了灰尘似的 星星点点的银色在反光下 又如宇宙星空一般美丽 蓝轩宇却是眉头颈簇 才一尺 还是太不熟悉她的特性了 这算是废掉了 哎 站在她背后的杨英明 目瞪口呆的道 废掉了 哪里废掉了 你这不是千段成功了吗 千段有灵 金属升光蓝轩宇下意识的道 可是 乐叔叔说 要升光一丈千段才算成功啊 这才一尺而已 一丈 一丈那是千段一平 是最顶级的千段 那是四级锻造师 才有可能做到的 也是四级锻造师的标志 好吗 你才学几天 就想要千段一平 杨英明一脸无语地 看住蓝轩宇 蓝轩宇扭头看向她 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这样吗 学长 那我现在这个算什么水平呢 杨英明的气息有些不云 你刚才说乐叔叔 是你老师 蓝轩宇点点头 算是吧 他教过我锻造 杨英明恍然道 我说呢 我说你怎么可能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 就达到这种程度 千段 哪怕是普通千段 那也是三级锻造师的水平了 只要你在考级的时候 展现出千段就行 四级以下锻造师 咱们协会就能平 四级以上 还要请联邦锻造师协会的人过来 不过咱们使来课程这边的分会 本来也都是学院的学长和老师们 三级了 你真的只是学了几个月吗 三级锻造师 蓝轩宇点点头 对这个他并没有多大在意 因为乐公子跟他说过 如果想要制作一字豆楷的话 千段的金属要有一丈高的光芒才好 如果可能 最好是两种金属融合 熔断的金属制作一字豆楷会更好 更有利于进化 而且到二字豆楷制作的时候 不需要再重新打造金属 千段一品的金属 才能与自身融合 因为那已经是灵性完全焕发 可以与血脉相结合的存在 第410章千段金属的价值 学长 我刚来的时候您不也知道吗 还要多谢您引领我入门 您刚才说这个也算千段 那有价值吗 蓝轩宇直指面前的陈吟 杨英明道 当然有了 千段金属 以你这块的情况看 大概能换五个白级徽章没问题 这可是千段 千段就能够制作一字豆楷了 这还是咱们史莱克学院的标准 外界 百段金属制作豆楷才是主流 千段能够与自身融合 可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咱们锻造最难的就是成功率 锻造出这么一块东西 谁舍得卖啊 一般都留住了 哦 一块五枚白级徽章 一百块是五百白级徽章 相当于三十多个黄级徽章 十倍的利润 可以的啊 蓝轩宇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他这可是三个黄级徽章买了一百块成鹰 喂 你有没有听清楚我的话 你考虑成功率了吗 杨英明一脸的无语 他是四级锻造师 可就算是他 千段的成功率也就四分之一左右的样子 千段一品的成功率百分之五 还是运气爆棚的时候 只是千段杨英明已经可以赚钱了 可问题是 他还需要冲击更高层次的锻造 而那个 一旦失败 材料就废掉了 住时是烧钱的不行 要不他也不能在协会这边找灵工 蓝轩宇看看他 面露恍然之色 学长 那我这千段金属如果要卖 在咱们学院好卖吗 还是要拿到外面去 当然好卖 千段金属在咱们外院 那是供不应求的 一字豆凯制作需要这东西 而一字豆凯可是二年级毕业时 必须要完成的 否则就要被开除 对你们一年级以及二年级学员 都是急需的 一般来说 选锻造为副职业 实际上在一字豆凯 甚至二字豆凯的时候 自己都很难完成 就算勉强能凑够 够锻造是自己的就不错了 谁舍得卖 而我们这些级别够了的 又需要将千段金属 提升到更高层次的零段 对千段金属也是需求极大 你当真要卖了不成 蓝轩宇点点头 卖了吧 我觉得我以后可以打造出更好的 而且我还没到二年级呢 豆凯不及 事实上 他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自己的成功率 似乎和杨一鸣说的不太一样啊 他锻造铁块的时候 刚开始确实是经常失败 可自从他能完成36锤 仪器呵成之后 就在没有失败过 具体为什么他也不清楚 稀有金属锻造之所以容易失败 是因为金属内部能量活性太强 千变万化所导致的 而蓝轩宇锻造的时候 他发现只要自己的气血之力融入其中 金属活性就会特别听话 锻造难度明显降低 也就是说他觉得自己的成功率应该是不低的 刚刚这可是他在完成36锤之后 第一次开始锻造陈吟 对于陈吟根本就不熟悉 还能锻造成功 那岂不是意味住 熟悉 熟悉 锻造的会更好 我买了 正在蓝轩宇琢磨着自己的发财大忌时 杨英明突然毫不犹豫地说道 那 蓝轩宇愣了一下 杨英明道 学弟 你这块千段成衣我买了 五个白级徽章 这是市场价 能不能便宜一点 说到后面 他脸上的笑容已经开始有点谄媚了 蓝轩宇笑道 学长客气 这块就送给您吧 您可是我的领路人 要没有您 我可能还要走许多弯路呢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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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送 好歹我也是你学长 脸面还是要的 四枚吧 这个价格我已经占便宜了 就这一次 下不为例一边说着 杨英明掏出四枚白级徽章 放在锻造台上 然后 才拿起那块千段成衣 仔细地看住 蓝轩宇惊讶地发现 杨英明的双眸之中 阴影有红色光运闪烁 当他注视到杨英明的眼眸时 自己竟然出现了些许晕眩的感觉 好强大的精神力啊 他对这位学长的认识 也就是在锻造协会之中 并不太清楚杨英明具体的修为 看年龄 应该是外院高年级的样子 咦 奇怪啊 杨英明突然轻易一声 按说千段金属的活性 已经非常强 从而让自身能量层次变高 可你这块 能量层次绝对没问题 可为什么本身活性还特别稳定呢 奇怪 奇怪 我先去研究一下 学弟 你忙你的 一边说着 杨英明转身就走了 目送住他离开 蓝轩宇不禁有些好奇起来 只是用眼睛看 不需要通过魂力试探和锻造 就能感觉到金属变化 这位学长也很不简单啊 收起四枚白级徽章 他对杨英明的印象 更增添了几分好感 虽然讨价还价了 可却坚守底线 没有真要占他多大的便宜 事实上 杨英明对他的指点 又其次是一枚白级徽章 所能替代的 活动了一下手脚 蓝轩宇又拿起了一块陈吟 送入到锻造台之中断烧 有了刚刚的锻造经验 他觉得自己对陈吟 已经熟悉了许多 只要是千段就能卖钱 这个真不错啊 虽然他现在还算富裕 可谁会嫌徽章多呢 当当当 锻造声开始在锻造室内 不断回荡起来 两个小时后 持续的锻造 令蓝轩宇也有些承受不住了 那在杨英明口中的乱披风锤法 每次三十六锤下来 就能完成一块陈吟的锻造 可问题是 这个真的是要 精气神完全合一 才能用得出来 对他自身消耗极大 蓝轩宇的恢复能力 已经很强了 每次锻造之后 也要冥想一刻钟 才能继续 当他的第四次锻造完成之后 已经有些后继乏力 这锻造铁块 和锻造稀有金属 果然不一样啊 要调整和感受的变化太多了 远不是铁块可以相比的 如果是铁块的话 完整轮锤 应该可以六次以上的 今天这才四次四次锻造 失败一次 成功三次 第三次锻造的时候 失败了 蓝轩宇总结了一下经验教训 当时自己休息有点不够 到了最后几锤后继法里 结果陈吟内部活性控制的不好 还有就是 他的锻造锤也不行 后期需要不断用魂力去维护 反而成了负担 面前已经完成了两块陈吟 一块升起了两尺多的光芒 另一块足有三尺之多 蓝轩宇已经想好了 要以它们为主材料 给自己打造一对千段陈吟锤 当锻造锤先用住 那样的话 后面锻造的效率一定会更高才是 今天是不行了 明天再来吧 后天就该期末考试了 正在这时 突然外面传来拍门的声音 砰 砰 砰 整个锻造室都震动了 一 蓝轩宇吃了一惊 要知道 锻造师在锻造的时候 最忌讳打扰 协会也有规定 绝不允许有人打扰锻造的 自己的门外挂了 免打扰牌子才对 但他还是走上前 打开了锻造室的大门 大门一开 一到身影就冲了出来 蓝轩宇下意识想要抵抗 可却已经被那人举了起来 竟是连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 只是全身一热 好像就失去了抵抗能力 第411章五级锻造 杨英明 哇哈哈 哈哈哈哈 太完美了 太棒了 学弟 你简直是我命中的贵人啊 杨英明亢奋的大笑声 响彻房间 镇的整个房间都一阵阵颤抖 蓝轩宇一看是他 也打消了反抗的念头 不禁有些无奈地道 学长 你先放我下来 杨英明手舞足蹈 甚至样子看上去都有些癫狂了 在蓝轩宇的连胜呼唤之下 这才将他放下来 蓝轩宇一头雾水地看住他道 学长 你这是怎么了 成了 成了 我成了 哈哈 我五级了 我是五级锻造师了 就刚才你那块沉吟 我说回去试试 结果没想到竟是一次成功 完成了我人生之终地第一次灵断 灵断你知道吧 就是让金属真正通灵 拥有属于自己的灵性 可以说是完全的蜕变 灵断一旦失败 金属就废了 我们锻造师最难的 就是通往灵断这一步 需要消耗太多 太多的资源 这是我第一次成功啊 我成了 灵断成了 灵断成功 意味着我就是五级锻造师了 哇哈哈 外院第一 实至名归 咱们外院 还没有五级锻造师呢 蓝轩宇惊喜得到 恭喜学长 有了第一次成功 以后一定就容易得多了 杨英明已经是笑得 有些合不拢嘴了 我要去炫耀了 去班里炫耀 哈哈哈哈 有了这一首五级锻造 明年考内院把握就更大了 我先走一步 兄弟 谢谢你带给我的好运气说完 他转身就跑了 五级锻造师 灵断吗 蓝轩宇不禁有些向往 原来锻造师在外院这么少的 五级锻造师竟然都没有的吗 不过从杨英明的话语中 他也能分析出一些情况 毫无疑问 锻造是所有辅助职业中最难的 成功率问题 稀有金属的资源问题 都是极大的困扰 而且 就算完成千段 也只能是制作一字斗凯 二字斗凯 以史莱克学院的要求 至少都是零段 想要修炼到零段境界太难了 也就是说 在外院时代 必须要达到的二字斗凯 如果想要自己制作 就需要修炼到零段层次 这个难度如此之大 又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精力 选择的人自然少之又少 之前蓝轩宇并不清楚 现在才勉强分析出来 心中对乐公子不禁暗暗感激 要是没有乐叔叔的指点 自己也不可能进步得这么快吧 没想到自己几个月的苦练 就可以签断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零段 休息了一会儿 蓝轩宇把自己先前锻造出的 两块千段陈吟好好打造了一番 打造成锻锤模样 这才离开了锻造协会 返回宿舍 今天是周六 明天是休息日 后天 也就是下周一 他们就将进行期末考试 这学期的期末考试 是他们的第一次 自然是相当重要的 也是一个学期下来的总结 自从当初战胜三年级之后 蓝轩宇他们也就低调了许多 再没做什么出调的事情 只是努力修炼 积累自身 但是到了期末 一年级班里的目光 自然而然就汇聚到了他们身上 期末考试的成绩 无疑是检验他们这一年级第一的最好机会 蓝轩宇清楚得很 几乎所有同学都憋着口气呢 希望通过这次期末考试来超越他们 只是其他人又怎么可能有这个机会呢 滴滴滴正在这时 蓝轩宇的浑倒通讯器突然响起 看了一眼号码 他脸上顿时流露出一丝微笑 接通了通讯 千秋问呢 明天去拍卖会的吧 我想吃椰子动了 动千秋柔柔的声音 从另一边传来 好的 明天我请你吃蓝轩宇笑咪咪的说道 嗯 那明天傍晚见董千秋说道 嗯他们平时除了上课之外 其实就只有周末会见面 其他时间大家都忙着修炼 几个月过去 他们这个小团队六个人的关系 也变得越发紧密了 友谊在升温 蓝轩宇通过天圣列冤级那一击制胜 彻底确立了团队的领导地位 就连蓝梦琴对他的实力也不经经看 原恩灰灰固然是最强的 但他却没什么心机 尤其是又多次得到了蓝轩宇的帮助 几乎对他是唯命失从 更何况 蓝轩宇的历次指挥都让团队整体受益 坚定了大家对他的信心 一个团队 团结才是第一位的 然后才是各自的实力 一年级一共才三十几人 能够组成多少像他们这样的团队 其实还有其他学员也想要加入进来 譬如冰天梁他们 又譬如那能被蓝轩宇增幅成五魂融合计的几位 但因为他们都是整体数人之多 如果再加入 团队就太庞大了 蓝轩宇还是婉拒了 只说大家是同学 未来一定守望相助 唐振华私下里告诉过蓝轩宇 第一个学期的期末考试很重要 不只是他们自身要考取一个成绩 也是学院高层第一次将目光注视到他们身上 在这次考试中能够获得好成绩 将会奠定他们未来在学院的基础 想要得到学院的资源倾斜 就要展现出足够的能力才行 无疑 他们小队已经通过和三年级的比赛 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度 那么 能否持续被关注 这次期末考试极为重要 明天去拍卖会也是应有之意 他们都有着不小的积蓄 通过拍卖会来获取一些资源 用在期末考试上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蓝轩宇他们这个团队目前最大的问题 是没有纯粹的辅助系浑湿 也就是说 战斗持久力会相对差一些 这类的辅助系浑湿以实物系为最好 能增幅 能恢复 能续航 但实物系浑湿一向罕见 所以 在这方面他们也要有所准备才行 周日是自由活动时间 蓝轩宇趁热打铁 白天在锻造协会打造了一天的陈银 以磨合自己刚刚开始与稀有金属之间的感觉 换了千段陈银锤之后 锻造果然不一样了 公寓善骑士必先利其器绝对是有道理的 在千段陈银锤的锻造之下 他的魂力和气血之力更容易传导到金属之中 金属回馈给他的感觉也要清晰了不知道多少倍 一天下来 足足锻造了十块陈银 而且每一块都获得了成功 效果最好的一块甚至升起了五尺光滑 连蓝轩宇自己都对自己进步的速度有些吃惊 他知道 这和自己的气血之力应该有着很大的关系 无论是让金属更加稳定 还是带给自己强大的恢复能力 体力 都是锻造的成功关键 当然 更重要的还有乐叔叔当初的指点 一块千段陈银 至少能卖五枚白色徽章吧 十块 那可就是五十枚白级徽章 一天下来就赚了三枚黄级徽章以上的收益 这绝对是生财之路啊 不过蓝轩宇也清楚地记得杨一银说的 未来冲击零段的难度 所以他也没敢在这个时候就去出售自己的陈银 准备等多积攒一些再说 时间还有的是 他打算自己以及给伙伴们制作一字豆凯时所用的陈银 都以千段一瓶才行 他相信用不了多久 自己应该就能达到那样的水平 在有一个学期的时间 应该怎么也差不多了吧 第412章考前放松 临近傍晚 蓝轩宇回去洗了的澡换了身前进的校服 这才和伙伴们会合在一起 一个学期下来 他们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成长 外表上也是如此 最让蓝轩宇等四位男生郁闷的是 他们的身高成长速度明显不如两位女同学 冻千秋身高已经接近1米7了 蓝梦晴也是不遑多让 而他们男生这边 身材最矮的袁恩灰灰才1米5出头 刘峰也就勉强1米6 蓝轩宇和钱磊大概1米65 都没有两位女身高 六个人站在一起 最郁闷的是灰灰 他一般都会走得远一些 不和他们站一起 走吧看到蓝轩宇赶来 冻千秋微微一笑 四目相对 他那双漂亮的深蓝色眼眸中 似乎满是蓝轩宇的倒影 感受到他的眼神 蓝轩宇抱以微笑 喂 你们能不能不要这样眉目传情的 蓝梦晴没好气地抬手 捂住冻千秋的眼睛 拉着他就走 冻千秋翘脸一红 也就任由他拉着 钱磊叹息一声 梦晴 其实我们也可以的 你看我 我的眼神也很真挚 蓝梦晴扭头瞥了他一眼 看着他努力瞪大的眼睛 不禁扑斥一笑 你胖的脸上的肉 都把眼睛快挤得没有了 谁看得见你眼睛里面是什么 钱磊一脸都无语 可不是吗 他身高虽然没他们高 可要说这体重 1米65 214斤 这是他的最新身体数据 短短几个月时间 他跟气吹的一般 足足长了50斤以上 这样的成长速度 在体重方面 恐怕都要刷新史莱克 学院外院的记录了 钱磊自己也不想啊 他也没敢多吃啊 可有了金胖子之后 他这体重几乎就不受控制的 在一直增长 不只是他 金胖子也是一样 现在变得肥瘦无比 身材跟钱磊几乎差不多 因应比他还要高一些 体重更在他之上 我虽然胖 可我是个灵活的胖子啊 钱磊有些委屈地 抖动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别说 他虽然胖 可身上的肉却不都是肥肉 反而十分结实 在防御力方面 凭集住这一身肉 现在他绝对是冠绝团队的 不知道的 都要怀疑他是防御系战魂师了 刘风跟在旁边 他变得更冷峻了 犹如镖枪一般 行走如一 眼神比刚来史莱克学院的时候 要坚定得多 也风锐得多 一个学期的魔力 他的成长速度同样惊人 早就已经完全掌握了 五魂的变化 尤其是他距离四十级 已经越来越近了 等到四十级的时候 他需要一个全新的魂灵 来提升自身 必定还会有所蜕变 以现在他们的提升速度 三年级的时候 修炼到五十级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呀 灵活的胖子 啥时候我们单挑 蓝梦琴笑咪咪地看向他 那怎么行 我不打女人 钱磊一本正经地说道 切 耸就说自己耸 还不打女人 你打得过本小姐吗 蓝梦琴不屑地撇了撇嘴 是的 蓝梦琴作为整个团队的魂力第二 他的修为已经高达四十九级 距离五十级也只是一步之遥而已 如果没有圆恩灰灰这个特殊存在 他才是本届一年级最强者 双生五魂四十九级 就算是圆恩灰灰也不敢说一定能赢得了他 而且 直到现在 蓝轩宇都觉得 自己从未见过蓝梦琴的极限在哪里 每次战斗 他似乎都有种游刃有余的感觉 论底蕴深厚和未来潜能 他在六人之中绝对是名列前茅的 熟悉的进入美食街 六人没有去吃那大补的珍稀食材 而是在小吃之间流连忘返 他们现在对这里已经非常熟悉了 有什么好吃的都清楚不过 蓝轩宇捧着一个椰子洞 递到洞千秋面前 给 为什么只有一个 我的呢 蓝梦琴有些不满的道 上次你不是说不喜欢吃 蓝轩宇看了他一眼 蓝梦琴娇称道 那我现在又喜欢吃了 我去给你买 钱磊立刻跳出来 哼 不要了蓝梦琴一甩头 白发飘扬 转身走向一旁的小吃摊去了 他就是羡慕 洞千秋扑斥一笑 他知道 蓝梦琴是真的不喜欢吃这个的 不是嫉妒吗 蓝轩宇也笑了 嫉妒什么 我们可是好姐妹呢 一边说着 他用木勺摇起一勺椰子洞 塞入蓝轩宇口中 椰子洞细腻滑润 又椰子的香味儿 还有奶油的滑润 唇齿柳香 蓝轩宇有些发呆 口中的美味和洞千秋 为他时带来的那一瞬 心灵的颤抖融合在一起 他突然觉得 这似乎是自己吃过的 最好吃的美味了 洞千秋翘脸一红 看了看别人 没注意他们这边 突然抬脚在他小腿上 踢了一下 转身跑了 踢我干嘛 蓝轩宇笑嘻嘻地低声道 洞千秋也不理他 转身就跑了 众人一路吃吃喝喝 好不容易才穿越美食街 来到了他们今天真正的目的地 我们没钱哈 蓝梦琴挽住洞千秋的手臂 向蓝轩宇说道 蓝轩宇点点头 钱磊道 我这儿还有三枚子级徽章 是我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老大 给你刘峰道 我也还有三枚眼俭一盖 原恩灰灰孽如柱道 我就剩下两枚了 之前嘴馋 买了些好吃的果实 他对一些用于修炼的灵果需求很大 这似乎和他自身血脉有关 平时原恩灰灰是不怎么吃肉的 却极其喜爱能量充沛的灵果 好 我这儿也还有四枚子级徽章 咱们加起来也有十二枚了 统一购买消耗品 在期末考试中用蓝轩宇说道 洞千秋道 还是要留一些作为一字斗砍时使用吧 蓝轩宇道 放心 我有数 而且 我最近有一条新的生财之路 如果成了的话 以后应该不用为徽章发愁了 是什么 千磊眼睛一亮 赶忙凑上来问道 蓝轩宇微微一笑 神秘的道 天机不可泄露 等成了再告诉你 咱们这十二枚子级徽章 保守一些 今天最多开销不超过八枚 保留四枚以上 基本就足够我们制作斗砍使用啊 你们的设计和制作练习的如何了 我觉得最多再有一个学期 我的锻造方面应该差不多 我的设计没问题 老师都说我心灵手巧 钱磊有些得意的说道 蓝梦琴笑道 胡萝卜粗的手指也能手巧吗 钱磊看了他一眼 想反驳 但蓝梦琴已经向他仰起下巴 那意思是说 你反驳试试看 他顿时捏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蓝梦琴已经把欺负他 当成乐趣之一了 偏偏前胖子自己也是乐此不疲 他觉得 这至少要比人家都不关注他 要好得多吧 走进拍卖会 他们每周都来 这里的工作人员 都跟他们很熟悉了 微笑住打个招呼 就请他们进入其中 来到熟悉的区域 也看到了熟悉的人 第413章菜刀队 唐宇哥依旧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坐在前排 他倒不是每周都来 但蓝轩宇他们来的时候 两三次就能见到他 一次是真的 卸任了三年级的班长之后 唐宇哥整个人都显得低调了许多 在三年级中也听不到什么 有关于他的消息了 整个人都比当初内敛 学姐蓝轩宇主动上前 和唐宇哥打了个招呼 唐宇哥微微一笑 向他点了点头 而且看住他们的眼神 似乎还包含着一些什么 有点眼含深意的味道 学姐今天打算拍点什么 蓝轩宇问道 唐宇哥道 没想好呢 看看有什么吧 估计是买一些 能够补充体力和魂力的灵果之类吧 要期末考试了 我们也是想买点这些 我们中没有辅助类魂师 蓝轩宇坦然说道 唐宇哥道 你们现在不是才六个人吗 魂师团队三人 五人 七人都是标准 七人一般为最多 可以补充一名辅助系啊 袁恩恢恢哼了一声 道 我们就不需要辅助 辅助什么的太拖沓了 还要照顾 我们就喜欢当菜刀队 怎么了 唐宇哥瞥了他一眼 转过头去 也不反传相机 但也不理会他 蓝轩宇道 主要是没有碰到 合适的辅助系魂师 我们一年级这次 辅助魂师非常少 学姐也知道 辅助系想要考入咱们史莱克 有点难 唐宇哥轻叹一声 道 是啊 辅助系现在越来越少了 好的辅助魂师更少 轩宇哥哥 拍卖要开始了 圆恩恢恢 拉了蓝轩宇一下 蓝轩宇知道 他对唐宇哥一直有敌意 向唐宇哥点了下头 这才在第二排和伙伴们坐下 动千秋很自然地坐在他身边 自从那次两人同行之后 再来拍卖场就是这样了 他主动提出的要跟前蕾换个位置 而他原本是挨着蓝梦琴的 前蕾哪能不愿意 自然是乐呵呵地换了 胖子 你往那边点 你太占地方了 肥肉都跑我这边来了 蓝梦琴在那边正用力地推着前蕾 不让他的手臂放在两人相邻的座椅扶手上 前蕾笑呵呵地道 好 好 我注意还不行吗 胖胖的有什么不好 多有安全感啊 你说是不是 哼 蓝梦琴白了他一眼 目光看向拍卖台 拍卖很快正式开始了 或许是因为临近期末考试了 史莱克专属区域今天来的史莱克学院 学员数量注视是不少 绿色校服极为醒目 而普通的近拍者今天却是少了许多 他们也知道 临近史莱克学院期末考试的时候 史莱克学院的需求会比较大 他们想要拍到好东西的几率自然就小了 经过了几轮近拍 蓝轩宇先后两次出手 拍下了两种恢复类的灵果 令他有些皱眉的是 拍下来的价格足足比平时上浮了30%之多 显然是需求量的原因 正如唐宇格所说的那样 现在优秀的辅助类浑师数量太少 所以恢复类的灵果自然就是功不应求了 蓝轩宇略微盘算了一下 也就没有再继续出手 对于团队的实力他还是很有信心的 在一年级之中 他们几乎没有竞争对手 之所以要为期末考试做准备 是为了能够拥有更好的成绩 让学院给予更多的资源倾斜 可如果为了这个而高价购买一些不值得的东西 还不如他多动动脑子 在调配上下功夫呢 这次的期末考试 校企已经提前预告了 乃是团队行动 自由组队 根据人数多少不同 任务难度也会有所不同 团队行动进行考试 是蓝轩宇最希望看到的 有他居中指挥 大家的能力自然能最大程度发挥出来 刚刚这两批灰腹类灵果勉强也够用了 却花了一枚紫迹徽章 实在是太心疼了 所以他决定 除非是有特别好的东西 否则就不出手了 不知道是不是早就洞悉了这些学员们的心思 特别好的东西很快就出现了 接下来 第十一件拍品 储物手镯一枚 乃是储物魂倒其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内部存储空间达到五粒方米 虽然不能和可以储存机甲的真品相比 却也是储物魂倒其中不可多得的精品了 具体介绍就不说了 男女老幼皆宜 只要是魂师都可使用 非魂师也可以通过魂倒电池来使用 起拍价五百万 每次加价不低于五十万联邦币 下面开始近拍储物手镯 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 蓝轩宇和伙伴们 甚至是所有在场的史莱克学院学员们 无不坐直了身体 魂倒其发展了这么多年 各种魂倒器层出不穷 民用的 军用的 早已深入人心 而且伴随着科技进步 很多魂倒器的价格都在持续下降 但唯有两类魂倒器的价值 一直是居高不下的 是绝对的硬通货 一种就是空间类的魂倒器 以储物魂倒器为主 另一种则是更加神秘的时间类魂倒器 几乎是极其罕见会出现 几乎都掌握在联邦政府手中 这两类魂倒器之所以价格居高不下 就是因为制作的困难 空间类魂倒器不只是需要开辟一块稳定的小空间 更需要有特殊的属性宝石来加固 时间类就更加神秘了 蓝轩与他们在拍卖会也混了一个学期了 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储物魂倒器这种东西 事实上在众人之中 只有袁恩辉辉在家族中见过真正的储物魂倒器 但他年纪还小 家里肯定不会把这么珍贵的东西给他们 一件储物魂倒器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他能够储存各种资源 让所有的一切都变得轻松起来 当初在完成任务的时候 蓝轩宇曾经见到学院用过类似的东西 无不羡慕 可他们却没有啊 储物魂倒器终究还是太稀有了 据说顶级机甲师最希望得到的东西 就是能够储存他们机甲的储物魂倒器 这样就可以将自己的机甲随身携带 那可都是价值极其高昂的存在 此时一枚储物手镯的出现 让所有人的眼睛都有些发直 这玩意儿太好用了 五百五十万第一个出价 几乎在下一瞬就已经出现了 蓝轩宇的大脑迅速盘算起来 一枚紫迹徽章相当于四百万联邦币 他这里还有十一枚 就是四千多万 他扭头看向伙伴们 拿下吧老大 这个好用啊 钱雷有些兴奋地说道 蓝轩宇双眼微眯 再看向其他人 拿下 太方便了蓝梦琴第二个表示支持 其他人无不点头 摩拳擦掌 就在蓝轩宇和伙伴们确认的这一块功夫 这枚储物手镯的价格已是直线飙升 转眼间就到了八百万的高价 蓝轩宇双眼微眯 毫不犹豫的就举起了手中号牌 一千万他直接把价格提升了两百万之多 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让其他人心生压力 第414章储物魂倒器入手 先前参与竞价的 全都是史莱克学院学员 大家对储物魂倒器都有需求 在整个外院 能够拥有一件储物魂倒器 并且能够达到五个立方米以上的 绝对是凤毛麟角 而外院的学员其实都不算太富裕 一套一字豆楷制作 哪怕是十分节省 也需要至少一枚紫迹徽章的资源 想要赚取一枚紫迹徽章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很多学员如果是家庭富裕的 都是用一些家里的金钱 在外面购买资料 才能让自己尽量节约时间 纯粹靠赚取徽章的相对较少 二字豆楷所需要的资源 至少是一字豆楷的十倍以上 而外院毕业 至少也要求拥有二字豆楷 这是基础要求 如果达不到 别说考取内院 就算是能否从外院毕业 都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学员们也都算不上富裕 一千万联邦币 已经相当于两块半的紫迹徽章了 而且外院这些学员们 也都认识蓝轩宇啊 虽然这几个月 他已经尽量低调了 可是蓝轩宇毕竟在先前 曾经展现过强大的实力 战胜三年级那一战 给所有人都留下了 极为深刻的印象 大家更都知道 他们团队至少在那一战之中 赚了十几枚子级徽章 别说再一年级了 在整个外院都算得上 是财大气粗的 所以蓝轩宇这个 一千万联邦币的价格叫出来 顿时让所有人都为之一致 一千零五十万 终究还是有人不甘心 再次叫价 蓝轩宇面无表情地 再次举起号牌 一千两百万既然志在必得 就要有志在必得的气势 慢慢磨上去 反而有可能价格更高 一千二百五十万又有人叫价 一千四百万蓝轩宇 再次举起号牌 每次加价两百万 这种方式叫得前蕾 都闭上了眼睛 心痛得无法呼吸啊 两百万啊 每次都是两百万啊 这次 没有再出现加价的声音 一千两百万 其实已经超过了 这件储物混倒器本身的价值 但考虑稀缺性也还值得 但一千四百万 就有点太贵了一些 三次报价后 落锤 蓝轩宇以一千四百万 联邦币的价格 拍下了这枚储物手桌 这是三枚半的子迹徽章啊 不过 既然拿下了 大家还是很高兴的 这意味着 他们整个团队 随时都可以携带 体积五立方米的东西 我们走吧 蓝轩宇突然低声说道 现在就走 钱磊疑惑的道 蓝轩宇点点头 然后直接站起身来 他是队长 伙伴们自然会以他为准 虽然还想看看后面能近拍什么东西 但还是都跟住蓝轩宇起身向外走去 唐宇格扭头看向他们 看住他们离开的背影 心中不禁有些疑惑 西级古怪战队应该不只是这点钱吧 他们应该还有徽章才对 上次他们肯定是压住在自己身上了 而且肯定压住的还不少 出了近拍场地 拿子级徽章直接去付款 领取了他们本次的拍品 银色的储物手镯并不怎么起眼 看上去再普通不过 但手镯的内侧却能看到 有许多复杂的纹路 这无疑是储物魂倒期的法阵 上面还铭刻着一枚枚银色的小宝石 宝石不大 但却散发着奇异的元素波动 这应该就是稳固空间法阵的存在了 据说 早上古时期 人类也有储物魂倒器 只是那时候魂倒法阵研发还远远不足 都是用空间类宝石直接制作 那可是真的浪费 现在结合魂倒法阵 同样大小的空间类宝石 却能制作出储存空间更大的储物魂倒器 蓝轩宇想了想 直接把它递给了元恩惠惠 惠惠 你实力最强 你带住吧 最安全哦 元恩惠惠本以为蓝轩宇会自己带 或者是给洞千秋 却没想到给了自己 顿时一阵惊喜 我爸爸说 如果期末考试考得好 就把上次我在入学考试时候 用过的储物戒指送给我 有一立方米的储物能力呢 元恩惠惠笑道 没想到这次却是提前用上更好的了 趁着时间还不算太晚 咱们去的地方蓝轩宇说道 去哪里 蓝梦琴好奇问道 蓝轩宇微微一笑 去给我们的储物手镯 配货啊 他的价值不就体现在这里吗 说着 他带着一头雾水的众人 迅速离开了拍卖场 明天 就要期末考试了呢 清晨 威风将海神湖上柔和的生命能量 吹袭到史莱克学院 为这座历史悠久的学院 关注着浓郁的生命气息 一大早 一年级的所有学员们 就都已经聚集在了班里 大家来得都很早 因为今天将会是 他们本学期最重要的一次考试 期末考试的成绩将记入 他们在史莱克学院的档案 也将记入他们的人生档案 同时 这也是检验 他们一个学期以来的提升情况 笑起来得也很早 走到讲台后 目光从学生们的脸上扫过 陈生道 期末考试 是检验你们综合素质的时刻 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但同样的 你们也依旧会面临危险 接下来宣布考试内容 为了检验你们真正的实力 你们将会被送到一颗 我们正在开发的资源行星上 那里你们将会遇到的危险 主要来自于恶劣的环境 你们需要在恶劣的环境之下 获取任务中 所需要获取的物品 并且在规定时间内 带回基地 超额完成任务 将会获得更多的分数 只完成任务 只能是及格分数 具体任务 将会在你们抵达目的地之后 发布给你们 我之前已经让你们自行组团了 现在进行团队报名 不同人数的团队 将要面对的任务也不同 人数越多 难度越大 蓝轩宇 从你开始把蓝轩宇站起身 道 孝老师 我们团队六人 我 袁恩辉辉 蓝梦琴 洞千秋 刘峰 钱磊 报名完毕 好孝起其实早就知道 会是他们六个 但还是做了记录 其他人也开始各自报名 自然都是当初在考入学院时候 大家最熟悉的团队 也有一些新组成的团队 除了蓝轩宇他们 大多是两人 或者是三人组成的团队 六人之多的 就只有他们这一组而已 其他人回去准备 一个小时后 学员大巴车 会在教学楼门口出发 过时不后 蓝轩宇 你带着你的小队跟我来 因为你们人数较多 所以你们的考试要求 也会有所不同 是蓝轩宇虽然心中有些诧异 但还是赶快答应一声 和伙伴们一起跟住 孝起出了教室 孝起在路上也没说什么 一直带着他们 来到自己的办公室 当六人走进办公室之后 却都不禁愣住了 因为在办公室内 还有一人 孝起淡淡的一笑 不用我给你们介绍了吧 自然是不用介绍的 因为站在他办公室之中的 正是昨天晚上 才见过的 曾经的三年级班长 唐宇格 他们的老对手 第415章 我听你指挥 和你们情况一样特殊 三年级这次的期末考试 只有唐宇格 是一个人参加考试 而你们则是六人之多 综合考虑了一下考核难度 决定对你们进行一次尝试 唐宇格将加入你们小队 组成七个人的完整团队 参与本次期末考试 唐宇格带队 当然 因为他的加入 难度也会有所提升 但这也是对你们的考验 明白吗 蓝轩宇眉头微醋 如果有的选 他当然是不希望唐宇格加入的 唐宇格乃是三年级第一人 有他的加入 考试难度无疑会大幅度上升 这绝不是蓝轩宇希望看到的 但是 学院这么做 应该有学院的意思吧 提高考核难度 是为了更好的考验他们才是 老师 我不同意 我们不需要一个不了解我们的领队 袁恩辉辉 却是在这个时候有些冲动的开口了 唐宇格看了他一眼 表情冷淡 却没有开口说什么 笑起淡淡的道 这是学院的决定 不是你能改变的 在战场上 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临时组队 当遇到危险的时候 临时组队就要面对危险 难道你们六个能一直在一起 能永远不与别人配合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你们能做的 就是尽可能的完成好你们的期末考试 而不是有所质疑 好了 你们可以回去准备了 出发时间同样 袁恩辉辉还要再说 却被蓝轩宇一把拉住了 老师 我们明白 也接受蓝轩宇说完这句 又转向唐宇格 学姐 拜托了唐宇格深深的看了他一眼 然后向他点了下头 并且说出了一句 让所有人都有些恶然的话 你还是队长 我也听你的指挥听他说出这句话 笑起都不惊 一脸的诧异 这还是那个在三年级叱渣风云 性格强势的唐宇格吗 史莱克学院这样安排这个考核 自然是有其深意的 原因很简单 就是为了让强势的唐宇格 加入他们的队伍 来看他们如何协调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来完成任务 却没想到 还没开始 人家这关系似乎就协调好了 却是实力最强的唐宇格妥协了 没有人会认为唐宇格之前 带队输给了蓝轩宇 他们就弱了 事实上 那时候的唐宇格 可是没有动用一字窦凯的 如果加上一字窦凯 再加上三年来的一身所学 他的个人战斗力之强 绝不是蓝轩宇 他们任何一人所能相比 他竟然同意让蓝轩宇来指挥 绝对出乎学院意料之外 感谢信任 不会让你失望的 欢迎学姐加入蓝轩宇主动向唐宇格伸出手 唐宇格伸手与他相握 我会是一个合格的队友好所谓各自回去准备 其实也不用准备什么 早上来到教室之前 大家就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看着其他人都背着行囊 巨大的双肩背之类的 蓝轩宇小队的众人不禁都有些得意 他们都是两手空空 所有东西全都在袁恩恢恢手腕上的储物手作之中 令蓝轩宇有些意外的是 唐宇格也没有带行囊 然后他的目光就集中在了唐宇格左手围纸上的一枚戒指上 那枚戒指通体式银白色 上面镶嵌住一枚椭圆形的宝石 宝石呈现为金黄色 上面有一道光红线 伴随着不同的角度始终折射而出 宛如猫眼一般 这是他身上唯一的装饰品 无疑 这应该也是一件储物魂倒气了 却没想到 他竟然还有这东西 很快人齐 当一年级学员们登上混岛大巴车 发现唐宇格竟然与他们同行的时候也是十分诧异 只是此时大家都将要面临期末考试 并没有多询问什么 史莱克宇航中心 一艘专属的航天飞船已经在等待他们了 这就是史莱克雄厚的实力 以一所学院之力 拥有属于自己的宇宙飞船 这是何等的底蕴 带队的依旧是校企 除了他之外 并没有其他老师 舱门关闭 这艘只有民航宇宙飞船 三分之一大小的小型宇宙飞船 开始进入自检程序 准备起飞 大体的考试内容已经跟你们说过了 现在我再强调几点注意事项 首先 这次是真实世界 绝非虚拟 我估计你们也有人猜出来了 当初在你们入学之前的最后综合考试 其实那艘宇宙飞船内 所有的座位都是模拟舱 所以 你们那次看似有所伤亡 却并非真正伤亡 因为完全是在模拟舱内完成的考核 但是 这次不一样 你们将要面对的是绝对的真实场景 因为你们已经是史莱克学院的一员 真的出了问题 学院也会为你们负责 同时 我现在也可以告诉你们的是 未来 史莱克所有的大型考试 全都是真实场景 到了四年级以后 你们甚至真的会面对生死危机 因为唯有如此 你们才有机会获得真正意义的提升 只是沉浸在模拟舱 那只会是游戏心态 唯有真正血与火的历练 才能让你们有真正的提升 当然 你们也可以认为这很残酷 可是 在得到的同时 必须要有付出 你们得到的是史莱克学院的修炼资源 这些资源对于整个联邦来说 都是极其珍贵的存在 没有人能白白获得这一切 所以 如果你们认为 未来学院的考核太过艰难和危险 随时可以选择退出 校企的话 印证了当初蓝轩宇的猜测 那次入学前的综合考试 果然是虚拟世界的 但他既然承认了 那么 也就意味住 这次的期末考试 应该是真实场景才对 真实世界的考试 蓝轩宇心中 顿时生起一种特殊的期待感 退出吗 来到史莱克之后 他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提升 短短一个学期 他已是脱胎换骨 魂力都提升了十几基 他现在已经完全理解 为什么季老师 对于史莱克学院 是如此的念念不忘 尹老师 为什么会因为 被开除出史莱克那么痛苦 史莱克学院 不愧是魂师的圣地 所以 无论如何 他都要留下来 他要变得强大 至少要能保护自己的亲人 他永远也忘不了 当初自己和母亲 在那些罪恶星球的盗匪面前 无法抵抗时的无力感 那对小小的他 有着极强的刺激和记忆 我要说的就这些 路上你们也可以思考 到了目的地 选择退出也可以 笑起目光 从学员们脸上扫过一圈 然后 才做回自己的座位 他知道 当然不会有人退出 考入史莱克 宽如千军万马 过独木桥一般 是何等的艰难 能够考上的 哪一个不是心智坚毅之辈 他这番提醒 只是要让他们更加的谨慎小心 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不会有人退出的 永远都不会有人退出史莱克的 飞船轻轻一震 已经开始脱离地面 缓缓向空中而去 蓝轩宇闭合双目 默默地感受着周围的一切变化 伴随着精神力的提升 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习惯 永远要去仔细感知 自己身边的一切 第416章抵达 就像锻造的时候 也要去仔细感受金属变化一样 渐微支柱 这种感知 往往能够带给他许多不同的感受 飞船升空 果然 没有了那次综合考试时 乘坐飞船的晕眩感 破入太空之后 浓郁的生命气息渐渐淡化 没有母星的感觉了 这让蓝轩宇略微感觉到不适 这也更加让他明白 在母星修炼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宇宙飞船虽然体积不大 但速度却似乎很快 没用多长时间 就开始了跨星际的光速航行 所有人开始进入沉睡 以适应飞船的星际跳跃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蓝轩宇从沉睡中清醒过来 他有些惊讶地发现 其他人似乎都还在沉睡着 也包括笑启在内 只有他一个人清醒了 胸前略微有些温热 是已经变成彩色鳞片的那块龙神鳞片传来的 闭上双眼 默默地感受着周围的变化 顿时 蓝轩宇看到了许多细细蜜蜜的银色光点 这时 这种似曾相识的场景 顿时令他心头微微一跳 这是元素 肯定是的 可是 在浩瀚的太空之中 在这真空的环境之下 会产生的元素是 空间属性的元素吗 在史莱克的学习也好 还是在曾经天罗学院的学习也罢 都让蓝轩宇明白 时间和空间 乃是最神秘的两种属性 在众多元素属性之中 最基础的是水 火 土 风 光明 黑暗 这六种 最神秘的则是空间和时间这两种 除此之外 还有生命与毁灭 这是宇宙的本源 也是最难以掌控的 母星上 最为浓郁的就是生命属性的气息 它对魂师们修炼带来的好处 是显而易见的 而此时 它在宇宙飞行之中 居然感受到了空间属性的存在 这些活跃的空间元素 似乎对它十分亲和 自然而然的 就会萦绕在它身体周围 看了一眼闲窗 外面是光怪陆离的各种光运闪烁 这时 在进行虫洞跳跃吗 身体被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 它也不能移动 只是 这些银色的空间元素 注视石令蓝轩宇心中 有种特殊的感觉 它下意识地调动自己的精神力 来引导这些空间元素 尝试住去和它们交流 说也奇怪 当它的精神力 刚刚与这些空间元素接触的时候 它胸前的龙神鳞片骤然一热 庞扶传来一股犀利 周围的空间元素顿时雀跃着向它涌来 注入到龙神鳞片之中 蓝轩宇胸口内的血脉漩涡 顿时加速旋转起来 更奇异的是 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银色光辉 那不是血脉中原有的银色 和它血脉中的银色相比 这层银色很淡 可却充满了活泼的情绪 注入血脉之中 顿时让蓝轩宇感觉到自己的血脉之力 得到了补充 甚至在缓缓提升住 它顿时明白了 吸收这些空间元素 竟然和自己吸收生命气息一样 能够补充自己的血脉之力 空间元素在穿越空间的时候 才最容易出现吧 平时它可没见过这么多 空间元素都可以 那自己已经掌握的水元素 火元素 风元素是不是也能补充自己的血脉之力呢 但以前为什么没有感觉过 难道说 蓝轩宇渐渐有所明误 水 火 风三种元素之所以没有补充过它的血脉 或许是因为元素强度不够 因为在日常生活之中 哪有那么浓郁的三种元素啊 到了史莱克 生命元素浓郁是因为有永恒之术的存在 在这宇宙飞船之中 空间元素的浓郁是因为进行空间穿越 也就是说 只要是拥有元素浓郁的地方 对自己都会形成有效补充 在这宇宙飞船内修炼的感觉 就有点接近于在海神湖了 虽然还是不如海神湖内生命元素那么充沛 却也比它日常修炼要好得太多 原来如此 这才是自己需要的修炼方式吧 就在蓝轩宇思索的过程中 飞船突然猛的一阵 周围的空间元素数量顿时迅速减少起来 空间跳跃结束了 飞船已经冲出了虫洞 外面光挂陆离的光线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宇宙中那茫茫星空 蓝轩宇深吸口气 感受着自己充盈的血脉漩涡 以及漩涡核心处那七彩光运的些微提升 星头更加坚定了 对于自身的能力 它渐渐有所了解 也对自己的未来越来越期待 同学们陆续醒来 身上的安全带褪去 让所有人都不自觉地伸住懒腰 活动住自己的身体 即将抵达本次的目的地 一个小时后降落 请同学们做好准备 你们将在飞船落地后 立刻开始期末考试 请尽快回复状态 提示音是电子音 并不是笑起的声音 在真空中 怎么恢复状态啊 宇宙航行还是会对人体 有不小消耗的 但真空之中 能量匮乏 冥想的效果都很一般 只能调节自身 不过 抱怨归抱怨 几乎所有学生 都很快进入到冥想 尽可能恢复 恢复一点是一点 唯有蓝轩宇 他现在的状态 好的不能再好 根本就不需要恢复什么 很快 透过闲窗 他看到了他们此次的目的地 那是一颗通体呈现为银白色的星球 透过弦窗看去 这显然不是一颗适合生存的星球 星球表面 隐隐能够看到不同颜色的旗旋在旋转 从太空俯瞰都能看到 可想而知 这些旗旋在星球上是多么巨大了 星球上面隐隐有不少的环形状地貌 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飞船带着他们绕到一侧 这才开始进入这颗行星的大气层 剧烈的振动将所有冥想中的学员们惊醒 和离开母星时的平稳不同 此时的宇宙飞船振动特别剧烈 甚至有种要散架了式的感觉 先前就已经看到过外面情况的蓝轩宇明白 这是因为那颗星球表面上的各种气流所导致的 看来 这颗星球的环境还真是恶劣啊 滴滴滴滴滴滴 警报声响起 电子音也随之响起 所有人做好防冲击准备 确认你们的安全带扣好 颠簸无需担心 即将降落窗外的景物变得模糊不清 在吃惊中 学员们已经全都清醒过来 却都有些茫然不知所措 终于 在一阵剧烈的颠簸之后 宇宙飞船缓缓降落在一片金属的世界之中 那是一个巨大的金属基地 上方裂开一个口子 让宇宙飞船落入 所有的震动也直到此时才平稳下来 直到此刻 学员们的心才终于稳定下来 先前剧烈的颠簸注视让他们心有余悸 虽说身为史莱克学院学员 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实力 可是 这和太空相比还是相差太远 在太空中 至少也要拥有机甲或者强大的斗凯 才能短时间生存 斗凯他们当然还是没有的 至于机甲 他们这个学期主要学习的是机甲理论知识和一些最基础的操控 还没有学习全面操控 除了他们其他学业多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年纪还小 身材还没有长成 在机甲的驾驶舱内 其实是有些不适应的 这一点连模拟舱也不会因为他们的身材而调整 因为一上来 还是就要让他们适应真正机甲的内部为好 第417章4号自愿星 在现实中 真正能够做到根据机甲师本身来调整机甲的只有神级机甲才行 可那是怎样的存在 每一台都有自己专属称号 是最顶级机甲师 并且还要是强大的魂师 才能拥有和操控的 放在宇宙舰队中都是王牌 他们距离那一步还差得很远 正因为在太空之中还没有生存能力 所以现在的他们对于太空还是充满了敬畏之心的 出发孝启带着众人下了飞船 一个小队的联邦士兵已经等在了外面 为首的是一名挂着上校军衔的军官 联邦标准的银色制服穿在他身上显得分外鼻涕 看上去大约30多岁的样子 向孝启行了个军礼 孝启环礼 孝老师你好 欢迎你们来到4号自愿星 一切已经准备妥当 请跟我来说完 他做出一个琴的手势 也没有更多的话语交流 蓝轩宇有些好奇地向那些联邦士兵们看去 都是银色军服 军服上面有一些闪光的纹路 那可不是装饰 而是简易版的浑倒法阵 蓝轩宇学过 这是专属于执行星际任务的联邦士兵才有的高级军服 具有补充自身能量的作用 也能抵抗各种恶劣环境 再加上简单的面罩 甚至可以短暂地在太空中执行任务 乃是最先进的科技 据说还是唐门研制出来的 现在已经大范围投入使用 他之所以学过这些 是因为星际舰队的普通士兵 也是使用这种制服的 很快 他们被带到了一个巨大的房间内 说是房间 倒不如说是仓库 已经有一些东西准备好了 那是一个个金属背包 看上去体积不大 比一般的书包略微大一些 还有一套套制服 就和那些士兵们穿戴的是一样的 每一套制服上面放有一个头盔 校老师上校向校企示意了一下 校企向他点了点头 开始把好上校目光落在以蓝轩宇为首的一年级学员们身上 陈生道 首先 欢迎你们来到四号自圆星 顾名思义 资源星对于联邦来说 主要是为了获取资源而建立 这种星球并不适合生存 却有着各种丰富的储藏 乃是维持联邦高速发展的重要资源 你们将在这里完成一次任务 任务名为 探索四号资源星 早就已经被我们完整地探索过了 这颗星球最大的特点 就是盛产各种稀有金属 不同的稀有金属 出现在星球各个不同区域 而你们的探索任务 就是前往这些区域去进行查看 为了证明你们切实抵达了这些地方 你们需要从不同区域 获取该地方出产的稀有金属 至少一公斤 带回到这里来 每个人至少获取两种稀有金属 实为考试合格 如果能够带回更多的稀有金属 考试成绩会有所增加 我说的更多 包括重量的更多 以及品种的更多 品种的增加 会对你们的评分有更大的帮助之后 你们将领取完成任务的装备 军方制式制服 能够一定程度上的抵抗恶劣环境 但却已经拆除了反重力系统 所以 你们需要评级自己的能力 和星球重力抗衡 在这里 重力大约是母星的两倍 同时 面罩内的氧气 可以维持大约五个母星日 你们需要在这段时间内 完成任务 背包有专门乘放稀有金属的地方 超过了乘放体积 就需要你们自己想办法 同时 背包内有维持五天的压缩食物与饮水 现在请上前领取物资 考试即刻开始简单的任务介绍 蓝轩宇却听得非常认真 从这位上校的描述中 他就明白 这次的考试任务 是要在恶劣环境下生存 并且获取稀有金属的考核 没有更多的战斗 主要是适应环境 在艰难环境中求生 而且还配备了食物和饮水 看上去似乎难度不高 可越是这样 越让他谨慎 从先前降落的时候 以及从太空俯瞰就能感觉得到 这颗星球的环境恐怕是非常不好的 补充一点笑起淡淡的道 不同人数的团队 获取基础考试成绩的标准也不一样 两人和三人的团队 至少要获取三种稀有金属 就是要探查三个区域 四人和五人的团队要获取四种 而六人以上的团队 考核基础是获取五种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 他的目光也随之落在了蓝轩宇身上 毫无疑问 获取五种 这根本就是为了蓝轩宇他们设置的任务 听起来也算公平 不同魂师有着不同的能力 一个团队之中 魂师越多 能力也越是互补 生存能力自然也会更强一些 更何况 蓝轩宇他们这个团队足有七个人 还有唐宇哥的加入 看起来给他们增加的难度也不算大了 从四种到五种而已 蓝轩宇向笑奇点了下头 示意自己明白 很快 制服领取 换上 银白色的制服有自我调节大小的能力 穿上都非常合身 头盔也是如此 面罩放下 自然会和制服连接在一起 内部氧气循环系统开启 顿时让蓝轩宇有种更加清醒的感觉 制服本身会微微膨胀 外表坚韧 这样就能更好的来抵抗恶劣环境 对于一年级众人来说 穿上制服让他们都有种新奇的感觉 他们都还是第一次 更是第一次在真正的太空之中执行任务 不就是重力大一点吗 应该还好吧 地图已经在你们的浑倒通讯器之中 离开基地之后 就可以进行查看 现在出发 记住 你们只有五天的时间 如果是被清扫队捡回来 一律视为考试不及格 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学员们齐声大喝 出发在校企 以及那位上校的带领下 他们穿过永道 上了一辆轨道穿梭车 高速行驶 这座基地实在是太大了 他们在这里也没法辨别方向 蓝轩宇尝试了一下 查看自己的浑倒通讯器 果然找到了四号资源星的地图 但此时地图还处于被锁定状态 无法查看 显然那是要到外面 才可以进行查验 一刻钟后 轨道车停下 下了轨道车 穿过一条走廊 一部巨大的升降梯 出现在他们面前 升降梯足以容纳他们全体 淡淡的微笑浮现在 笑起的面庞上 他转身看向身后的学生们 不要让我失望 你们都是我心中最棒的学员 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淘汰 检验你们过去一个 学期努力的时刻到了 老师最后能够提醒你们的就是 谨慎小心是一切的基础 切不可大意就在他说话的功夫 升降梯开始高速向上升起 众人都能明显感觉到 一股强烈压迫感随之传来 蓝轩宇深吸口气 不用他说什么 伙伴们已经自行汇聚到他身边 也包括唐宇哥在内 他们有七个人 而且肩负着最难的任务 五种稀有金属探索和找回 冲击感减弱 升降梯终于停了下来 一条有些模糊不清的通道 呈现在金属玻璃窗外